梧桐深陷一拖三风波 到底是否属实 近日 梧桐成功鉴定出梦幻戏由低估品 一时间名声大噪 同时也陷入了一拖三风波 梧桐鉴定出放下分的封印腰带后 梧桐一拖三 一拖五等信息 在短视频和自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 一时间传言四起 甚至还有人在直播间中传言梧桐已逃往漂亮过 有些人则是在评论区留言称 梧桐家的超市正在转让 许多人都将其信仰为真 我们从可靠渠道获悉 这些传言纯属无稽之谈 梧桐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 也没有被老板带走 同时他的直播也正常进行 对此梧桐本人特地出面辟谣 兄弟们对不起 这个是明天来着稍微吃了一排 谢谢所有的兄弟们 以及大哥们关心 这种挺没事 就你们在直播间带走的 也知道我从来都不玩 那些这一拖三一拖六这些 今天突然起来各个方面的节奏和体会 就连圈外的那些亲戚啊 朋友啊什么 不管都能够买温某这些那些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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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拖三啊 这种温某这种 就会开心 另外 如果真的存在一拖几的情况 那这条腰带就不可能在当天迅速成交 在交易过程中 双方老板之间的谈判过程可能非常复杂 包括扯皮 协商和妥协等 因此这种交易很难进行 所以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不要轻易相信传言 此外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一拖三是什么意思 梧桐也给出了详细解答 就拿老板这个还 还举例 很多人想问一拖三是什么 一拖三的意思就是什么 比如这个开环的机会 卖给烦恼 卖给 三百块钱一次 卖给了三个人 我收了三个三百块钱 然后出了 出了个铠甲 我得陪他们三个人 三个人铠甲 但是黑熊精是不会玩这一些的 这个是老板的资源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